請問首先我們來關心的是 國防部嚴頂要修訂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不過因為其中是牽涉 到了媒體管制 還有十六歲以上的學生造冊等內容 引發了高度關注 在今天確定是要暫緩修法 而國防部就指出了 修法沒有時間表 會再蒐集意見 而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是否認說 是要讓學生上戰場 強調這是假訊息 政府不只會修全動法 連全動彙報 全動方案都會檢討 面對中共加大對臺文攻武嚇 國防部持續建軍備戰 也擬修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全一事前沒有跟國會溝通 加上管制媒體 十六歲以上學生造冊等 引發反彈聲浪 兩大爭議包括平時對新聞媒體進行調查 暫時對新聞媒體進行管制 國防部回應 這是因應敵人認知作戰威脅 至於讓學生上戰場 以及學校協助軍需生產 國防部反駁 編組學校青年扶刑 以培養災害防救及協助民防 至於軍需物資生產 不含武器彈藥 羅秉賢強調讓學生上戰場的傳言是假訊息 重申完備法制是政府負責的態度 修法是基於國家安全考量 目前法案預告在徵詢各界意見 還沒有定案 也沒有時間表 外界解讀政府急踩刹車 暫緩修法 不過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認為 現在只是在帶風向不會說停就停 這些學生要到戰場去會不會成為娃娃兵 群民都會關注 準備階段也要管制媒體 真的違反原論自由跟新聞自由 有違憲之疑 假設要修的話 這兩條這兩部分一定要拿掉 行政院指出像是權動彙報 權動方案也要檢討 民間黨立委鄭裕鵬認為 國防部得加強溝通 就全民防衛議題修法多思考 蒐集地方政府不同意見 才能符合全民共識 記者 台北報導